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我是郭劫文牧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出自新约圣经罗马书七章十四至二十五节 内容是有关保罗描述人女头罪的律 与救恩神的律交战 也说明基督徒在信仰历程中所面对的挣扎 唯有靠基督耶稣 才能够胜过罪的捆绑 有人说罗马书七章十四至二十五节 是保罗自己和罪挣扎的亲身经历 因为他写作的时候用第一身和现在式动词 在短短的十二节经文里面 使徒保罗提及在去里头的罪 罪的律多达五次 分别记载在七章十四节 十七节 二十节 二十三节 以及二十五节 深信 这个因为使徒要叫我们认识到 在我们肉体里头 救我的罪声并未被摧毁 我们只是现在所处的地位 摆脱了罪的权势 并且教主耶稣将他的权势彻底击败了 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 就作罪的奴隶 我们岂能不能这样呢 我们是主耶稣用宠家买熟的 只是我们正处于无奈和无力的境地 正如保罗所说的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护的 我倒去做 我觉得肢体中 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老去 叫我扶从那肢体犯罪的律 当然 我们如果靠自己的能力 同罪争战 结果注定是失败 和令人灰心失望的 保罗指出 能够战胜救我罪声的唯一方法 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使徒保罗的个人见证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这个正正是 我们大多数基督徒 亲身的经历 在大卫的诗篇中 让我们看到 活在罪中的痛苦 他这么说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挨坑 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液浩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这是何等的痛苦 但是当他向神认罪的时候 他经历了神的赦免和拯救 再次重新振作起来 能够是面对信仰生活中的挑战 苦难也成为乐歌 他欢呼地说 我向你沉迷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为此 凡前圣人都当 趁你可寻找的时候 讨告你 大水犯日的时候 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乐歌 四面环绕我 基督徒向罪已经是死了的了 不再在罪的权势之下 他现在有不犯罪的能力 在神的恩典下 罪不能够再做主人 恩典不只是救恩中 神计行为的恩代 也是成圣中 神所赐圣果罪的能力 本人若看天路历程的作者 他从小就知道 罪恶会带来 终极可怕的审判 因他常在梦境中 看到审判的景象 地獄火湖 极之可怕 只是他逐渐长大 不再梦见 就抛住脑后 更成为当时公认的坏孩子 后来他从军出征 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激烈 对战争有了深刻的认识 就在随后的生命反思 和写作的里面 尝以战争来比喻 人内在生命的争战 在他的写作天路历程中 描述天路客基督徒 在尋求永生的过程 常常遇到艰难 隐忧和攻击 被罪恶所控告 然而只要真心悔改 在主的十价前 我们一起聚 主必定为我们担当 并且靠着神的恩典 最终走完天路历程 弟兄姊妹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救主耶稣基督 因为主的爱 甘愿到成肉身 取了人的样式 活在我们中间 更明白我们在地上生活 困境和挣扎 面对信仰的挑战 和救我和新人之间的矛盾 求主保障我们不失脚 欠我们紧靠主 度过每一天 为荣耀主而活 并且以主为荣 愿主在我们生命中 常显为大 成为中文的祝福 荣耀主的圣明 奉耶稣基督圣明 祷告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